这一题呢 这一题的测试会输入一个四位数的整数 代表着西元的年份 然后要你判断是否有论年 这边也有提供各位论年的判别方法 论年呢 只要可以依两个情形来做判断 可以被四整数 但不可以被一百整数 这种情形下 该年为论年 那第二种情形 就是这一年可以被四百整数 那这种情形也是论年 只要再考大家就是一符判断 还有end和ord的运用 我们先建立一个变数 然后之后再将输入的年份 写进刚刚建立的变数两年 再来 要做判断是否论年 要不要做 判断是 第一种条件 可以被四整 代表是说年份 除以四 于是为零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除以四 于是为零 那是 但不可以被一百整数 就是end 不可以被一百整数 end 这样子写 不可以被一百整数 要不是说 除以一百 余数不为零 除以一百 余数不为零 这边第一个判断方法就写完了 那第二种 第二个判断方法是可以被四百整数 两者其中只要一个成立 就是论年 所以我们要用for做连接 然后可以被四百整数 就是除以四百 于是为零 除以四百 于是为零 判断为润年的时候 我们要来输出我们的判断结果 判断结果 年份 判断为润年的时候 我们要来输出我们的判断结果 if year 然后结尾 记得换行 判断 然后结尾 记得换行 判断 然后不是的话 不交输出年份 is 它们 year 好 测试 测试 测试解脱 解除完毕 没有什么禁止 有没有什么禁止 你ık便宁心 sleeves并没有每段时间 有 interject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